好 大家好 又是我們兩隻 大家好 最後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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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組就可以收工了 好 F組 這一組我相信是最難猜 最難猜 應該是 應該是 同組三支強隊 一支弱隊 德國 法國 葡萄牙 匈牙利 匈牙利 我想不斷說幾句 不斷說幾句 匈牙利 其實以前陳幾何時 都挺厲害的 陳幾何時 我記得 他在很久很久以前 狠狠狠狠以前 都很厲害 不過 1938年 和1954年 拿過世界杯牙君 很久之前 歐國杯都拿過貴君 在說1964年 很久之前 但之後都未威過 領隊就是 費 難 道 山 道 史 OK 不過 匈牙利 抽到這一組 真是慘 真是慘 其實匈牙利 你說他差還差 其實如果他撿去任何一組 他有機會第三名出線 是 手名 當然不可能 他撿去任何一組 他有權第三名出線 因為為什麼我 很危險 進步了 這麼有記憶 這麼深刻 因為他踢 之前踢的外圍賽 熱身賽 那些 哇 一下半我就不斷插下去 是嗎 贏到 贏到 他其實不是真的差得這麼離譜 他不差 是的 他不差 他一受養 他讓人又不行 一受養 他就頂得住 是的 他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魚腩 他絕對不是很魚腩 偏偏就跌到二組 這組沒辦法 這組沒辦法 即是他就變得好像土耳其 一樣 也是這樣 是啊 慘 他本身是黑馬感覺 黑馬感覺 是啊 其實有幾對黑馬 這對是其中一對 我覺得 但是真是很不幸 如果他撿去瑞典那組 我覺得他有權 拿第三名出線 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 運氣不好 沒有辦法 沒有抽錢 另外我三隊 真的要跟大家說一下 德國 OK 大家都認為他很有機會 路維 2006年上任到現在 又拿過2014世界杯 17周濟國家杯 但是 什麼都拿了 但原來他還未拿過歐國杯 因為他拿第二 亞軍姐拿不到冠軍 看看他可不可以幫忙拿冠軍 那些球員待會再說 大家都有 都是那些異熟能場 OK 另外發覺 發覺 其實近這幾年都很厲害 拿了世界杯 那是迪金斯 2012年上任到現在 大了很厲害 大了很厲害 大了十年 算厲害 那就拿過世界杯 歐國杯 不過說不是他長的時候拿 之前拿 不是他長 不是他長 他長是拿世界杯 2018 是嗎 沒有記錯 另外 普通亞 普通亞這個領隊 廢蘭道三道士 剛才我說錯了 匈牙利的領隊 不是叫做廢蘭道三道士 說錯 那是馬哥羅斯 這是三道士 帶葡萄牙的 2014年 最厲害 就是2016 拿歐國杯 就是剛才有些朋友說 唉這隊球 三場和勒 拿世界杯 不是 拿歐洲的杯 不是 氣死你 就是斯朗 斯朗 斯朗 這組真是很複雜的 我覺得 看過賠率就知道 現在小組手名 德國2.2 法國2.65 葡萄牙3.6 匈牙利33 大家都是冠軍級人馬 葡萄牙就是歐國杯冠軍 法國就是世界杯冠軍 德國也是世界杯冠軍 你問我 我就很不喜歡葡萄牙這些球 他有機會出善 但是我覺得他的球 真的要贏沒有把握 和球就好些 我這組手名我會駁法國 2.65 你呢 本身我也是看好法國高一點的 但是 德國剛剛踢過一場外圍賽 不是 踢過一場熱身賽 對 很好表現 7比0 但是熱身賽了 7比1 熱身賽了 但是踢回他們要應有的水準 OK 因為他很少 德國很少 熱身賽 都去得這麼快嗎 是啊 會數得這麼厲害 很少 對拉圖華雖然 對拉圖華雖然 證明他是想 臨開之前 真的粗喜對方 對 粗喜對方 變成我又看高一點 德國 OK 因為我本身是德國粉絲 OK 受到 我們這組真的要 除了看守名 真的要看小組 出首次名 這個很重要 但是真的很平均 很難買 如果大家認為德國是首名的話 法國次名就3.75 葡萄牙就4.4 另外一對不用說 要二十幾三十倍 如果法國首名 對德國就4.2 我喜歡這個 另外就回答葡萄牙6.5 葡萄牙首名不會吧 不過都照說 回答德國7倍 回答法國8倍 OK 你怎麼看 我覺得法國首名 德國次名 如果我請回答 我還是請回答德國首名 即是交換 你和我交換 即是你大熱Q 我就次熱Q 是大熱Q 但如果你要我真的買 我不買 是嗎 棄權 棄權 即是放棄這一組 其實這組不難買 Jerry 空牙利 空牙利就直接放棄 不用想 其實這組不難買 說真的 過關可以想的 買兩柱就中了 空牙利就飛了 只剩下三隊 你不是覺得葡萄牙有首名資格 葡萄牙最多次名 但如果你葡萄牙次名的話 你一買下去就會輸了 是啊 因為你沒有了 他是有權搞搞鎮的 那隊來的 是啊 雖然他 你打算去入球 可能入球就不得多 他看偷雞 贏了一場 接著搜到那兩場 他有能力搜 這樣就拿五分 這樣就變得次名了 那倒是 他拿五分 因為他對空牙利拿三分 和兩場就拿五分 你不敢說他一場都贏不到 起碼就贏到空牙利 一定 一定 那他和到法國和到德國 這樣就可以了 哇 這組真的分分鐘三隊同分 嗯 是不是 分分鐘三隊同分 你三個對賽都大家同分 空牙利就拿了 你剛剛德國的狀態 又未必是現在最好 你說法國 我又怕他本身 他都是轉發甲的球隊多 發甲 優完沒多久 那那幫國腳 會不會狀態又未去到最好呢 偷 這組很亂 這組很亂 所以我又 如果給我買 我寧願寫二取爛 好像很難 很難 你葡萄牙是有機會搞搞陣的 事實是有的 事實是有的 如果你的施浪是踢得好的 其實叫做他可以一人能力入到球 是 又不懂得這麼說 施浪神射手也有8.75 是呀 熱的 這麼熱的 幾十歲人 哈哈哈哈 你說的 他比麥包皮還熱 對 要熱過麥包皮 為何會熱過麥包皮 麥包皮呢 很多時候他進不到 做就給別人 對 會助攻的 他敢死去 他單刀自己不捨 他見別人 那個位置好 他衝上 後襟上來 他被人進去 他會這樣做 他不是独食那隻 他不像斯朗一樣 一定要起腳 是 不過這組真的 像你所說 大家計分 他在匈牙利是贏的 葡萄牙對匈牙利 其實三隊都贏到匈牙利 應該就是 遇無意外就是 正常發揮應該是 問題就是 他們三隊 以大家互抽 我擔心 如果和勢怎麼計呢 那真的有辦法計 大家都五分 大家都五分 一勝兩和 有權 全部和勢一勝兩和 大家五分 咦 不是呀 五分就齊齊三隊出線 他三隊可以一起 但這個首次名 是呀 嘩 這場球真是 其實都難 但是不難 真的有權開 真的有權開葡萄牙首名 是呀 有的 就算你不是首名 你開次名 你已經窩可 你買下去了 你買 你買德國法國 一不明都好 點到 點轉都好 買 你被葡萄牙搞窩了 如果一次名搞窩 那就輸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法國會穩定些 法國是 有 怎麼說 還有你抱巴踢國家隊好些 嗯 感覺好些 是 感覺好些 又有基沙文呢 不過基沙文又不是好 是嗎 又不是好 好多一波 不過是巴塞 嗯 他的狀態是一般般 基沙文 我不覺得基沙文很厲害 不過很多時候的球員 踢國家隊 有些球員是靈石醒的 有些是反過來的 有些是反過來的 有些反過來的 像美斯一樣 踢國家隊就很不可以的 你看他什麼 不過斯朗兩範都可以 真的 他可以帶起整隊球 他真的有權搞 他真的有權搞搞陣 被你這樣嚇嚇我 如果我真的打算是這條死Q 我真的打算是這條死Q 你說上屆都可以三和 三和 然後拿冠軍 他就想一下 他也是和球專家 他對強隊沒事的 他放在後面手 但如果他 不是 現在唯一搏就是搏 他贏不了空壓力 唯一搏就是搏 他贏不了空壓力 和 他真是三和部隊 真是三分 但我覺得空壓力 真是怎樣 不過應該是很難的 這三個都很難的 我也覺得很難的 我自己很喜歡空壓力 也是這樣說 你這組真的沒有 在這三隊 是嗎 我又不記得了葡萄牙上 兩屆同組是什麽球隊 是否都是這樣弱 有對空壓力 不過我記得也不是很厲害 我也記得不是很厲害 那三 他那組也不是很厲害 對 對手那三隊不是很厲害 對 我也印象中不是很厲害 一定沒有得過法國這些 一定沒有 對 沒有的 我記得他那組也不是很強 對 他是最強的那一隊 但他也是守和 對 我就直接說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 不是 我覺得是葡萄牙 我覺得德國有權贏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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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實力除了匈牙利以外 就比較接近 問題就是匈牙利有沒有突破性 讓大家有驚喜 我覺得有驚喜 我覺得 就算對著他贏匈牙利那些球隊 都不要打算是easy track 未必是easy track 匈牙利都有些戰鬥能力 其實 不過如果青鮮 法國其實都很正路 因為法國說 今年真是最強的陣容 是的 講到這麼多隊 跟比利時真的有得廢 是的 今年 是的 但我覺得法國比比利時好 我覺得 我覺得 後防好一些 我覺得法國比比利時好 比比利時的後防 真的差一點 是的 好 我們講完六組 總體 我們再理個總結 趁現在還有少許時間 法國冠軍五倍 英格蘭次熱門 不是吧 小心點 不過都比西班牙好 西班牙六倍 德國反而 德國反而六點五那麼好分 因為他之前差 是嗎 比利時八倍和意大利 不是 如果你說這個 純粹賭博來計 意大利和比利時有八倍 覺得值得買 不是 因為英格蘭為何會這麼熱 他有主場 對 是 所以他才偏熱 正常不會這麼熱 是 正常不會這麼熱 一來 二來有香港 香港人對於英格蘭 總之西班牙這個六倍 大家可以 ignore他 不要買 我覺得西班牙 西班牙第一度可以熱 是的 劃了 劃了 對 勃了 großes 吻 mình 不 是 劃了 選擇 真的 反而 大家不要避震 他去到淘汰 根本就是不行了 整齐 夢 黃馬巴塞 全部歐聯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四強都沒有 嘩 全部都是下橫 反而我覺得還差過法駕 差過嗎? 法駕反而今年的利爾 聖入門 李昂 都叫做有些事情看看 雖然不是很厲害 但是好一點 因為始終是接不到班 你那些老將就退了 現在新的班 又上不了零 真的不值得 不過德國我覺得偏懶 6.5%偏懶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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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像 我覺得法國五倍 英格蘭5.75% 因為有主場支 你可以想 有機會偷雞 如果踢到決賽 很難說這些 另外比利時八倍 不過當然有些網友 不太贊成比利時 意大利反而我覺得 一隊正在升上來的球隊 正在升上來的 我覺得有得想 葡萄牙 我覺得你靠斯朗 年紀又大 開始我怕它行不行 九倍又不太划算 但如果說後面那些 真的沒權爆爛 沒權爆爛 沒權爆爛 荷蘭我都覺得可以搶 是不是很怪 我覺得荷蘭都可以搶 我覺得荷蘭都可以搶 不是開玩笑 即是出到線 荷蘭如果困到一些有實力的 它真的未必得 如果你問我 你迫我買荷蘭 我寧願買丹麥 起碼它給我一個賠率 它給我一個25倍 荷蘭11倍 我就太熱 是不是這樣說 後面那些沒機會了 我覺得 那些真是很差勁 後面那些沒機會了 讀都免得讀了 瑞典波蘭80倍 是嗎 很難爆 很難爆 我覺得都是法國 英格蘭 比利時 意大利 這四隊 我看好這四隊 你講的是法國 飛鋪得很厲害 因為它本身第三個號碼 是呀 沒錯 它已經落到 因為你西班牙回 西班牙回得很厲害 回得很急 當然 它之前未出入選名單 一個皇馬都沒有說 沙治歐拉牧斯 什麼都未知 一出了安力機 這樣撿人 一出了安力機 一選了這群人之後 馬上會 馬上爛到 原本西班牙是大利 很久之前 最初開盤的時候 反而現在法國頂頭 德國都會 德國都會 是法國落 和英格蘭 英格蘭落得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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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第六 變成第二次元 現在第二次元 是的 其他那些差不多 沒什麼變動 但是你說英格蘭 我又不覺得是冠軍賽 我覺得英格蘭有權踢決賽 有權踢決賽 不是一定的 有權 好像意大利那些 全部二拉命 他似乎三三四四的 二拉也沒有 沒有資格 你看他似乎三三四四的 似乎三三四四的 意大利也是不值得 意大利經常都是二拉的 是的 很多界都是二拉 又是寄望文仙尼 帶一些新人 希望就是文仙尼那些 不是 如果你點稱左稱右稱 發覺是平均抵買 五倍 即是如果要買 現在好買 還有賠率 你一踢多兩場分組賽 拿夠六分 他就不是這個 不過anyway 怎樣也好 這個不用這麼急買 知道嗎 如果你買冠軍 就要現在買 不用這麼急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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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贏兩場就沒有 不用這麼急買 好 怎樣也好 希望 接著過兩天就是開幕了 希望大家投場 意大利就是對威爾斯 好像投場 意大利 我先看看 希望沒有記錯 不是 土耳其 對土耳其 希望那天大家旗開得勝 知道嗎 一來就先贏球 贏錢 對土耳其 星期五 星期六 凌晨 三點開幕 到時我和Jer 應該如無意外 希望 希望 大佬怕頂不住 很辛苦 希望可以和大家看 三點真的很禁 是啊 禁的 不是 早場都還還好 是啊 12點還還好 是啊 先看看情況 OK 希望大家今年歐各杯 贏多一點 知道嗎 希望幫到大家 沒錯 OK 好 遲些見 祝大家好 拜拜